CNN这个事情, 它起因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那边发起的, 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不是中国发起的, 那一开始我的印象是一些喜欢台湾的人, 支持台湾的人开始在发这个讯息, 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跨年夜, CNN有一个跨年的直播, 然后直播的时候呢, 是直播各个国家的跨年的情形, 包括泰国, 也包括台湾, 结果在直播的时候呢, 按原计划要直播泰国的放焰火的时候呢, 突然那个线路好像是断了, 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接上泰国的直播的连线, 就是跨年直播的, 就是在播泰国的时候, 视讯断线, 断线了之后, 那它是直播嘛, 它不能不说话, 然后它说话的时候呢, 就找了在台湾的这个Will Rifley, 和这个香港的这个主持人, 就是他们两个就开始就是瞎聊, 因为直播断线了, 你能怎么办, 你就瞎聊, 他们瞎聊了四分钟, 那一开始当然就是说各自在泰国的经历, 后来说无可说的时候, 那Will这个在台北的分社的这个Will就开始说台北101, 说这个台北101的这个烟火多么的漂亮, 那有上百万人参加, 然后很快人群在这个烟火结束之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还有人大家专门的去清理垃圾, 就是都是对台湾很称赞的这些话,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的荧幕显示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荧幕显示的是, 是泰国的首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等直播, 他们在等这个讯号接上, 就是这个时候的工程人员正在拼命的, 竭尽全力的在接讯号, 然后同时他们两位主持人就开始瞎扯, 就是等着讯号进来, 所以说在这个当下呢, 他的这个, 就是你知道他的这个画面就变成这样事了, 就变成说泰国的首都迎接2023, 然后画面, 背景画面成了台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Will开始在扯他在台北的经历嘛, 就为了添这个空, 任何完整看这个直播的人都能知道, 当时的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嘛, 当时大家说, 哦, 我们现在要来聊泰国, 但是这个视讯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来跟在台北的Will, 来聊一聊他在曼谷的经历, 然后聊完曼谷经历, 没有话说, 就两个人尴尬沉默, 没有话说的时候, 这个Will开始说, 哦, 我在台湾, 我们台北怎么怎么样, 很漂亮, 人们也也很很有礼貌, 结束之后很快就退走, 还去清理垃圾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制就给他配上台北这块, 但他底下这个大标题仍然是泰国呀, 因为他们还在等讯号啊, 然后一直等了四分钟, 讯号终于进来了, 开始直播泰国的那个烟花, 结果这么一件事情, 就被人,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发动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因为我follow的一定是亲台湾的, 对不对, 我follow的一定是亲台湾的, 甚至就是台湾人本身, 那他们就把这个图片就是说, 就是连CNN都把台湾当泰国, 那我知道这一定是个错误, 我知道这一定是个错误, 就是说但是说是不是说后制人员的错误,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说这两个主持人搞不懂, 但是那当时的风向就开始变成支持台湾的人, 在攻击这个主持人, 那因为Will是在台湾, 也做过跟台湾有关的报道,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他去, 他还去了绿岛, 他做过这个关于就是台湾的228事件相关的这个报道, 我都跟大家介绍过他, 所以说台湾人可能就或者是喜欢台湾的人, 就不愿意去攻击他, 而且大家也清楚, 他不可能不知道说台湾不是泰国, 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人就在台湾嘛, 所以大家变成开始去攻击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虽然是在香港, 但其实他的父亲还是母亲,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有一位家长是台湾人,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和泰国的差别, 那但是就慢慢的风向就开始变成攻击CNN和攻击这两位主持人, 那然后Will就把完整的这七分多钟的视频就放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们是在等泰国直播的时候瞎扯, 然后Will扯到了台北101的这个焰火, 配上了这个背景, 但是底下仍然下标是这个, 因为在等直播呀, 在等那个泰国的讯号, 那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事态已经发酵的太大了, 那结果呢, 这个时候华春莹就出来了, 华春莹是在一天前发了这个推文, 华春莹一次是从英文世界回来的, 这一次是全是英文世界, 也就是说看CNN直播的一些亲台湾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开始到这个前后的前因后果, 就发了一个这个东西, 说是CNN, 你们连泰国和台湾都搞不清楚, 然后慢慢慢慢发酵, 发酵到一个层级, 中国注意到, 知道这是一个认知战的一个好东西, 拿来发动, 所以我这里不是说要说对亲台湾的人, 就说我只是要提出就是说这个事情, 大家千万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你你要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你一定要看过完整的前后, 就比如说这是个live, 对不对, 你一定要看前后, 你至少前后要看个五分钟十分钟, 你要搞明白说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 你一定要看前后, 那如果说是像我这样, 我只因为我没有看CNNlive, 我们家也没有CNN, 我也不看CNN的live, 对不对, 那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亲台湾的人, 在转传这样一个照片, 照片上面显示下面下标是泰国的首都, 结果配的是101的图, 那么我是不转发的, 其实我从头至尾, 我没有转发过这样的新闻, 我没有协助这样的新闻的转发,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一句, 在这个事情里面, 我没有被骗到, 我为什么没有被骗到, 我有几个原则, 我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第一, 就是对于立场大致是抗中保台的人, 我们假设他是善意的, 你譬如说CNN这个状况, 对不对, 那有人认为是CNN搞错了, 或者是两位记者搞错了, 两位记者真的搞不清楚, 泰国和台湾的差别, 那么我首先认定, 这是一个纯粹的错误, 就是纯粹的错误, 不是说两位记者没搞清台湾和泰国, 而是可能某一个编制人员, 后期编制的人员, 或者是下标下错了, 你首先要以最大的善意, 来推测任何抗中保台的人, 这是第一, 这是最重要的标识, 这是永远都要这样去做, 然后以最大的善意, 来推测大致抗中保台的人, 或者频道他们的行为, 那么第二才是, 你要看完整的东西, 你要看完整的东西, 如果你看不到完整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时间做出更多的, 这样的搜索, 你拿不到更完整的讯息的时候, 永远回到第一条, 以最大的善意, 来推测大致抗中保台的人的立场, 然后如果你不确定的时候, 不要协助转传, 如果你不确定的时候, 不要协助转传, 那这是很重要的, 这抗中保台派, 尤其是英文世界的抗中保台派, 搞出来的这样一个乌龙, 一个误会,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个枪就被华春莹捡起来了, 就被共产党捡起来了, 拿来打台湾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 我来提醒大家的, 尤其是我的观众, 我的观众都是抗中保台派, 至少最基础来说, 都是抗中保台派,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对于大致上, 跟我们是友善立场的人, 我们以最大的善意, 去解读他的行为, 在状况不明的时候, 我们以最大的善意, 来解读他的行为, 然后我们等完整的影像出来, 完整的视频出来, 完整的叙事出来, 我们等Will, 就是他自己出来解释这个事情, 好吧, 我们不要一开始就下一个结论说, 哦, 他们有问题, 他们不懂, 就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攻击他们是故意的, 或者他们被买通, 就是说他们故意的意思, 我是说就是说像是那种被买通之类的, 或者对台湾有很大恶意, 没有任何人这样去攻击他们, 但是有很多人攻击主持人, 认为说你们居然连泰国和台湾都搞不懂, 就是缺乏信任, 缺乏信任, 台湾人和抗中保台的海外的亲台湾的人, 彼此之间缺乏信任, 缺乏信任, 有譬如说我坚信, 就是我从头至尾都相信, Will不可能搞错台湾和泰国, 那这个女生, 在香港的这个女生也不可能, 这个主持人不可能搞错台湾和泰国, 我或许有一段时间, 我认为可能是CNN后制人员的错误, 我有一段时间我会那样想, 但是你们看到, 就是说大家对于同伴一定程度上缺乏信任,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宁可先信任, 然后再被背叛, 也不要先去说他一定是故意的, 他一定是对台湾一无所知, 他连台湾和泰国都搞不懂, 我们宁可先信任, 然后再被背叛, 好吗? 我们不要这样的去轻易的去指责, 我们的大致上的同伴, 不要轻易的去指责我们大致上的同伴, 台湾人在推特上面, 还是新人, 就台湾人在推特上面, 在推特这个舆论场里面, 大家还不熟, 大家虽然对认知战很熟, 但是在推特这个舆论场上还不熟, 那我觉得下次会好得多, 我们慢慢慢慢一点的我们去磨合,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你首先, 第一, 你以最大的善意去推测, 立场一致的人, 那第二, 对同伴多一些信任, 对同伴多一些信任, 这个是一个误会,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实话来讲就是说, 华春莹不在这个事情上打台湾, 他还可以在别的事情上打台湾, 他可以编造一个谎言来打台湾,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这个没什么, 这个不会对台湾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披露出来, 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抗中保台派在过去长久的被中共压制, 被中共裂解, 分化, 被中共打击, 污蔑的这个情形下, 特别的容易彼此质疑, 这个情形很像台湾的绿营对蓝营,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的绿营彼此非常容易裂解, 非常容易彼此被分化, 非常容易彼此怀疑, 因为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的一个势力, 然后外面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 时刻都能够, 他的确能够裂解你, 他的确能够分化你, 他的确能够在你的群体中埋藏间谍, 他的确给你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一切都是事实, 这一切都是事实, 那么当你身处在这样一个力量, 完全不对等的抗争里面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被压制的这一方, 很本能的对自己的同伴有太多的不信任, 有太多的一种怀疑, 有太多的一种恶意的一种, 就是不能叫恶意, 就是说先带着恶意去看自己的同伴犯下的错误, 这是非常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这是非常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们绿营在台湾是怎么在蓝影的覆盖下去生存的, 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说抗中保台派, 无论是在推特上面, 还是在海外, 还是在英文世界, 大致它的生存环境是一样的, 大致它的生存环境是一样的, 就是说广义上的抗中保台派在世界上, 和绿营在台湾的处境几乎一样, 就是弱势, 常常被分化, 常常被劣解, 常常被自己人背叛, 是很艰难的, 是很糟糕的一个处境, 但是这个处境在慢慢变好, 这个处境在慢慢变好, 但是可能大家的心态还没有转过来, 大家的心态还是一种说, 一种说一定是你们把台湾和泰国搞错了,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的心态还没有跟上, 但我觉得大家慢慢慢慢这个心态跟上之后, 就会变得更, 就是对彼此同伴更有信任一点, 就这里我不是要,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要指责抗中保台派的这些人, 无论是英文世界的人, 还是我的观众, 我没有要指责大家的意思, 我知道就是说, 可能我这样说有些人觉得不舒服, 那但是呢, 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 就是说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 他有一种不信任在, 那大家慢慢慢慢的去适应, 去克服那一种很本能的, 因为大家长期弱势所带来的不信任感, 那大家稍微想一想说, 这背后是不是有更多的情形, 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就比如说CNN, 他的直播掉线了, 他的直播掉线了, 其实我就觉得说, 只要有人说出来这个词, 说CNN直播掉线, 其实大家一下子就能明白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直播掉线了嘛, 他直播掉线, 所以画面和下标他配合不起来嘛,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他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发酵到很大, 就是因为大家不去追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事件, 他主要反映的是我们抗中宝台派内部, 彼此之间可能长期遭受背叛, 所遗留下来的一种不信任和警惕的感觉, 那大家慢慢克服就好了, 听台湾的人心胸不会那么小躁, 就习惯西方人搞错台湾泰国的,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他没有搞错台湾和泰国, 对不对, 事实是CNN的确没有搞错台湾和泰国, 无论是两位主持人也好, 员工也好, 都没有搞错, 那大家也就不要把它当成搞错去转推, 或者是去说这个事情, 它仍然是一种假讯息的战争, 尤其是华春莹下场之后, 对不对, 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虞公盖房朋友说台湾在国际上常常被误判为泰国, 就算真的弄错也不是很大的事情, 我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外界来看, 台湾这些年, 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在2020年之后, 至少这两三年, 台湾得到的国际的曝光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高的, 那所以呢, 就是亲台湾的英文世界的人, 才对这个事情这么愤怒, 就这个东西可能跟台湾朋友的感觉有落差, 就台湾朋友可能你们感觉不到, 这个外界对台湾报道的那一种, 就是密集轰炸式的报道, 至少陪洛西访台那是有一波密集轰炸式的报道, 所以说跟着外媒往前走的人, 对于如果CNN真的犯下这个错误, 对于这些人感觉是不可置信, 绝不原谅的, 所以甚至严重到了有亲台湾的外国人会去指责主持人, 他因为他会他他认为你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那这可能跟台湾人的感觉是有落差, 因为台湾人首先你们大家可能没有感到那一种, 就是你们没有接触到外国媒体在最近这两三年对台湾, 就是轰炸式的那种报道, 所以说你们你们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些人的不可置信, 就是说CNN你怎么连这都搞错, 所以大概有那样一个落差, 那但是我就觉得说大家还是要跟上, 可能我这样说不太, 就是你还是要跟上, 你要跟上台湾在外界的媒体的曝光度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效果, 大家还是要稍微跟一跟, 稍微跟一跟, 因为你知道如果未来台湾发生任何状况, 台湾最大的舆论战场在国外, 在英文世界, 对就是决定台湾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关系人, 是说英语的人, 是说英语的人, 是英文的舆论场, 大家稍微跟上一下, 同时期间不及一项目的关系人, 如果这期见,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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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